Hello,大家好,今天这支视频呢是新品用后感分享二 如果你还没有看一的同学呢,我会把链接放在iBar这边或者这边 大家可以点击查看一下新品用后感一 那这些新品呢只是对于我个人而言是新品并不是新发布的产品 有一些可能是,但是大部分呢基本上就是我自己新尝试的产品 所以我把它们全部都归纳在这一个主题里面 那好,不啰嗦了,又有一些新品跟大家分享 首先先跟大家分享这款水吧 那这款呢是叫酵母化妆水 应该很多同学都用过SK-II的那款神仙水吧 我自己也用过,那那款神仙水呢 我老实说刚开始使用的时候觉得它臭臭的 真的非常难用 但是呢又很喜欢它的效果 它可以让肌肤变得比较透明 另外就是控油的效果也很好 保湿的效果也不错 所以综合来说呢大家都很喜欢用那款神仙水 这款化妆水呢它含有97%的天然酵母成分 其实跟SK-II神仙水呢真的是可以媲美了 我自己使用这款水呢就会湿敷比较多 很少会把它当作化妆水来用 每一次使用它呢就取一颗这个面膜纸 浸湿了之后来敷全脸 敷完了之后我自己的感觉是觉得肌肤有变得透明感增加 保湿度增加 另外觉得肌肤有明亮感 还有一点就是这款酵母水呢它是没有味道的 再确定一下 是的它是没有味道的 所以如果你不喜欢酵母本身的那个酸酸臭臭的味道呢 可以去看一下这款水哦 接下来分享这个吧 Cordly的卸妆水 那这款卸妆水呢我是做二次清洁使用 比如说我用卸妆油或者卸妆乳或者卸妆凝胶 先卸除全脸的妆容之后呢 我会用化妆棉沾湿这个卸妆水做再次的清洁 有些时候可能比较小 比如说鼻翼两边啊或者是嘴角的部分啊 你可能没有卸到或者是没有卸干净的话 就可以用它做二次清洁 我自己呢是不会把它当作第一次的卸妆水使用 因为那样子我觉得首先很浪费 第二呢卸不干净 我不会期望这种卸妆水的卸妆能力有多强 但是我觉得它作为二次清洁的话呢 应该还是不错用的 另外这款卸妆水的味道我很喜欢 很舒服的一个香味 很清新很清爽的一个绿葡萄的味道 嗯很舒服 这款卸妆水我目前用下来呢 都还挺喜欢的 接下来这款新品呢 它还真的是一款新品哦 它来自资深堂Future Solution LX这个系列的 日间防晒霜 奥克兰进入秋季了 所以我希望能够找一款 秋冬季节可以使用的防晒霜 那这样子的防晒霜呢 我除了要求它有防晒值 有PA值以外呢 秋冬天使用的防晒霜呢 我就需要它滋润保湿度要再高一些 这款防晒霜呢就可以满足得了我 这是之前BA给我的一个旅行妆 我大概用了一半吧 就马上去入了一个正妆 我觉得实在是太好用了 它挤出来之后呢是白色的乳状 挤一点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挤出来之后是这种白色的乳状 很好推很好吸收 而且吸收之后呢你不会觉得有一个黏黏的感觉或者是有一个膜感在那里 很舒服的一款防晒 并且呢它也有保养的功效 所以我觉得这款防晒霜呢是买得过的 大家看我已经入了正妆就知道 很好用 而且香味呢很舒服 它家的香味我也是很喜欢的 一个冷妹啊 一个资深堂家的保养品香味我都很喜欢 我觉得就是那种清清淡淡很舒服的味道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个吧 它产的金箔吸油面纸 那这个吸油面纸呢我是用完绝对不会再回购了 我觉得这纯属外貌协会的一个用品 说它吸油能有多大的功效 其实我觉得它跟我在去城市买的吸油面纸 有一曲同工之妙没有什么太多的不同 但是最大的一个不同呢就是一个字贵 它的价格呢是会比普通的吸油面纸要贵很多 但是当然了它里面的颜值也是很高的 那一张吸油面纸里面呢 大家可以看到有那么几点金箔在上面 纸张呢我觉得也就还好吧 就不会说是太高级的感觉 只是它上面是有一些金箔你能看到 蛮日式的那种吸油面纸 所以Toucher的吸油面纸呢 用完了之后我想我就不会再回购了 我觉得没有必要花那么多钱买一个颜值高的吸油面纸 接下来我看一下 说一下这个牌子吧 它是一个护手霜 那这个品牌呢我会列在视频下面的产品清单给大家的 它是一个新西兰的本土品牌 那这个呢是朋友介绍给我的 当时它拿了这个保湿的面膜 还有护手霜还有一个护肤油 那个护肤油呢我还没有开始用 所以暂时先不分享给大家 那这两款呢我已经开始用了 所以可以分享一下我的心得 首先我觉得这个品牌的包装我很喜欢 我之前呢是一直都非常喜欢Antipotis的包装 因为我觉得它很简约 而且很大方很好看 这个品牌的包装呢我觉得我会更喜欢一些 因为它的色调包装关系可能会更简约一些 另外就是它的瓶子都是玻璃瓶的 所以会沉甸甸的 也是会增加它的质感度 那这款护手霜呢我觉得它的质地还蛮滋润的 所以我觉得比较适合放在秋冬天的时候使用 另外就是香味 我也很喜欢 这个品牌呢是走植物路线的 所以它的香调呢是比较偏植物 那我自己呢是不排斥 我觉得很好闻很舒服 除了它的滋润保湿度够以外呢 我觉得它的吸收效果也很不错 所以这款护手霜呢 目前我是放在我的床头柜上 就是那天晚上看用Rachios家的护手霜 或者是用这款护手霜 当晚上的一个修复护手霜使用 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款保湿面膜 那这款保湿面膜呢 我一开始没打开之前 我在想它会不会是那种 比较稠比较油比较滋润的那种霜状 但它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 它其实是那种 稍微清爽一点点的乳霜状 很好推开 而且质地质感呢 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厚重 并且呢我真的不夸张 这款保湿面膜我用了一次之后呢 马上我就觉得肌肤的水分油分有大大的增加 所以我对这款面膜呢是很有好感的 我觉得挺好用 十一点我想尝试他家其他的产品 然后再分享给大家 新西兰呢其实也有很多有机植物品牌 很棒的值得用用看 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Butter London的这个指缘油 我的OPI指缘油已经用完了 所以我就换了这一瓶来用 那它的香味呢是会比较偏甜一点的 哎呀好难打开 第一开始我打开这个盖子的时候 真的使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把它打开的 那这款油呢我觉得它还蛮清爽的 就不会说是那种油乎乎的感觉 所以还蛮愿意用它 另外呢它有一个就是像糖果一样甜甜的那个味道 还蛮可爱的这个香味 那目前用下来呢我觉得还不错 就是它的油感呢不会那么重 如果说你不喜欢太厚重油感的指缘油呢 可以看一下这一款 因为OPI加的那款指缘油 我觉得它的油感是会比这个要稍微厚重一点 但是就我个人而言的话呢 我可能会比较喜欢OPI的那一款多一点 因为你用到指缘油呢 就是希望它能够增加滋润度嘛 那如果是稍微清爽一点的话呢 可能它的滋润度就不会说这么强 当然了这是我目前使用下来的一些感受 说不定之后呢我会爱上它 好最后呢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两瓶 之前呢我在Instagram和在微博 有跟大家分享过我买了这个整一组 还有发膜 发膜我还没有开始用 那我目前呢就用了这个prewash 那这个是在洗头之前 就是在洗发水之前使用的一个洗发产品 那它是强调护理头皮的 挤出来之后呢 你是能看到里面有一些金色 很细致的小颗粒 那那些颗粒呢其实是可以帮助你的头皮 进行一个轻微去角质的动作 我的头发和头皮呢是属于比较敏感的 跟我的皮肤一样 所以之前我是比较害怕用这样子的产品 其实也有其他的品牌有出类似这样的产品 比如说像Lash家的那个海盐 它也是针对头皮的 但是它那个海盐呢非常的粗颗粒 所以我有点害怕担心会不会刮伤我的头皮 当时我在买这个之前呢 我有去这里的Hair Salon去试一下 就是试在我的手背上 看看它的那个颗粒到底粒不粒 那我自己当时试完了之后觉得 嗯还好就是还蛮温和的 后来我买回家试了之后呢 我就觉得 嗯它去角质的效果就是 并不会说是特别的明显 但是我发现我每次用完它之后 第二天起床的那个头发 尤其是头发的根部都会比较蓬松一点 所以我想应该是它起的作用 那除此以外呢 我没有看见它带来其他任何什么的效果 目前我大概用了快两个星期吧 当然不是每天使用它哦 大概是三四天或者是一个星期使用一次 它的建议是让你干发的时候直接挤在头皮上使用 那我觉得那样子用的话呢 用量真的是会太浪费 所以通常呢 我是会把头发先浸湿了之后 再去用这款产品 主要针对的就是头皮 按摩大概两到三分钟吧 就是打圈圈的按摩就可以轻轻的哦 动作一定要轻轻的 按摩完了之后呢 就把它冲洗掉 冲洗完了之后呢 我就会用这款洗发水 那再说一下这款洗发水 其实我觉得它真的是挺厉害的 怎么说呢 挤出来其实它跟我粉色那个系列 CareStar粉色那个系列的洗发水很像 是透明状的一个洗发水 那我粉色那个系列呢 挤出来洗完了之后是很清爽的感觉 这个不是哦 这个你不要看它是透明状 就是看起来很清爽 但是它洗完了之后 头发是很滋润的耶 这一点是让我蛮惊讶的 所以后来我的用量都不敢用太多 因为用太多的话呢 会觉得头发有一个坠感 在这之后都不用护发素 我觉得头发都已经够滋润了 所以我目前在想 那个发膜怎么办呢 因为虽然我有染发 但是我觉得我目前的发质 就是还不错 发膜的话 我可能要不等头发再长一点再使用 目前其实我觉得这款洗发水 就足够就是足够滋润 足够营养了 另外我再说一下它的香味 它家的这个洗发护发系列的香味 都非常好闻的 就是绝对不会采泪 这两款味道都是很高级的 那我刚才忘记说了 这个系列呢 是他们家最顶级的鱼籽系列 它里面是有鱼籽的成分 所以它可以帮你修复头发 并且加强头发的保湿滋润度 如果你的发质是受损 或者是比较偏干 比较容易开叉的发质呢 可以试试看这个系列 目前呢 我就先不说我会不会回购了 因为我觉得还在感受中 没有说给我特别惊艳的感觉 所以 会不会回购这里呢 打一个问号吧 好这些呢 就是我的新品优厚感分享了 希望对大家在选购产品上呢 有一定的帮助 这些心得呢 请大家作为参考 还是要按照自己的肌肤类型 肌肤需求 去选择一款适合的产品使用 这样子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哦 谢谢大家观看 那如果你喜欢新品优厚感 分享这个主题呢 不要忘记给这支视频点赞加转发哦 期待你们的支持呢 如果你还是新同学的话 欢迎订阅我的视频频道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今后的任何一支视频咯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微博和Instagram 因为那两个地方呢 基本上我每天都会有更新的 所以如果想跟我有一些互动的话呢 就关注咯 谢谢大家观看这支视频 那我们下一次见吧 拜拜 哦 拜拜老外 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的话 欢迎在下个留言提问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